應該如果結婚後 第一次跟他吃飯 然後以前呢 因為他都會搶著付錢 我也覺得好 男生要付錢無所謂 像他們我們之前會 三對情侶一起出去 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三對情侶一起出去 他們會有彼此的默契 就是把男生抓到一邊去 然後回來已經處理好 男生會去處理好 帳單的事情 絕對不會要女生去費心 那在這樣謀示久了之後 我就覺得 以前他也夠辛苦的 都是他在付錢 那現階段 結了婚了嘛 我就去刷卡 然後他從廁所走回來 然後一看帳單不見 他就坐在位置上面 就臭臉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他怎麼了 上廁所 廁所有人嗎 還廁所臭 怎麼了 然後就不想問他 直到上車之後 他就默默講句話 就說 以後付錢這件事情讓我做 然後我就說什麼關係 因為錢是我在管 付錢也沒有關係 我說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我刷卡 我沒有拿現金出來 他說一樣 一樣 都讓我做 就即便我回去 我刷了我的卡 你給我錢 都讓我做 他就付錢的這個動作 必須由他來做 這次大男人還是很Man呢 我問一下小可 妳跟Ben在之前其實 婚前是一起拍戲過 對 但婚後他卻說 妳們兩個人都不可以接戲 對 而且他不是詢問 他就告知 就是說 我跟你講我們結婚了 妳就是盡可能不要拍戲 然後我就說大概要多久 他說我是覺得兩年 那當時妳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這是妳喜歡的工作 因為那時候就 因為我們談 我們談戀愛八個月就結婚了 就算六個月就結婚了 所以那時候還有戀愛的感覺 感覺在 所以就沒關係 妳說什麼我都聽 OK 沒關係 但是就當真的戲 戲的邀約來了之後 妳真的會很想去 因為我自己是戲劇系畢業的 所以我有癮 對 我就很想要去演 然後但是又卡在就是 他已經事先有這個告知了 所以我就不敢去反抗 我想說好吧 那就先跟公司講說 先玩具掉 對 然後直到有一次有一個 真的愛他 一個戲劇的角色是 因為我很喜歡挑戰 不是做自己的角色 我的第一個角色 讓大家看見就是演藝 講話大舌頭一個女生 那個時候來一個角色 他就是演一個 在台語劇裡面 是不用講台語 講自然語就可以了 第一個我就覺得好棒喔 因為語言會影響到表現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妳幫我去問一下 還有什麼 他說還有很挑戰的事情 這個他是要演小三 那我就覺得 小三有很多種方式 那我就想要嘗試看看 然後我就跟Ben講說 我說老公我想要去 而且是客串 他就是幾天客串這樣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去客串 他說多久 幾天 是全天拍嗎 然後最後我講說 他那角色呢 我說小三 他這樣看我說 你覺得你現在適合嗎 怎樣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剛新婚 然後就要去馬上投 因為其實演員就是這樣 我們必須要投入 才可以把這個精髓演出來 所以他就是 只是他丟了一個問題給我說 你覺得你適合嗎 你覺得現在適合嗎 然後 但我知道就是不可以 就等於不行 然後所以我就說 好... 那沒關係 我去跟公司講 我覺得你也很難得 因為是你喜歡的角色 對不對 有時候有些機會 不是隨時都有 但你願意為了他就放棄 就覺得婚姻才是重要的 在當下的我 我覺得還是 可以犧牲的 其實都不算是什麼 了不起的事 但不能犧牲的 可能就會要考慮一下 家庭最重要 對 因為他也推了非常多戲 他那個時候 就是在接到這個老師 這部戲之前 他推了三個 也是主要角色 就是然後他也是先 就是以身作則做給我看了 所以我會覺得 好 你沒有單獨在要求我 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覺得 剛結婚兩個人的關係 經營是最重要 他很在乎 他超在乎的 這也很難得 因為很多男生 把事業放在前面 他把資料放在前面 其實很棒 對 那他自己 不准你拍戲 雖然他現在讓你回家 變成家政婦 其實也沒有家政婦 我就是一個賤命 不是 我就是 我跟你講我的存在 是因為可以服務人 我而存在 我是一個很喜歡 就是 我在家裡面 基本上有椅子 我是不會坐的 所以我爸爸那時候 結婚的時候 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你在家什麼家具 都可以送給你 那不用送你椅子 因為你不會坐椅子 我坐下 你是多勞碌 我就是能夠擦 我就擦 能夠拖地我就拖地 天啊 就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 就出外面追追去 開心一下 偶爾 真的很偶爾 我有潔癖 我老公也有潔癖 但在結婚之後 我才發現到 原來他的潔癖 跟我的潔癖 是有等級之分的 我的潔癖 是仆人式的潔癖 就是 髒了 趕緊做 他是主人式 他是主人式 髒了 然後我 髒了 但我們 他沒有那麼明顯說髒了 但他的 他有Gay到那個髒 但要他起身去做 可能要等個五分鐘 可是我仆人沒辦法等 那就等五分鐘 不行 他那個灰塵 可能就飄走了 所以我要立刻的去做 所以他聲控妳就對了 髒了 後來也達到一個 聲控模式 因為他就知道說 每一次他看到髒的時候 或者是杯子洗不乾淨 我都會趕緊去烘或幹嘛 但現在他真的進步很多 因為小朋友太多了 所以那個順序 沒辦法等到 那個五分鐘之內 我可以趕緊Gay到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好吧 那他也一起來做 對 但是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真的就是這樣 都妳在做 我也很願意 對 我那時候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非常愛打造的 可以來我家幫我打造 妳要預約 妳今天後面號碼 還拿走過 很喜歡的 聽說妳請唐老師看過 妳們兩個人的關係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去 因為唐老師跟我們兩個 都很近 然後那個時候他 我們結婚的時候去上節目 然後唐老師一出電梯 他就說 因為我那時候懷孕 他就說 恭喜妳 又多了一個兒子 然後我想說 是我聽錯嗎 他說又多了一個兒子 然後我就回頭說 老師 我第一胎 他說我知道 妳老公就是妳的大兒 所以那個時候 唐老師就說 我們兩個關係 其實我的老公 他真的是很需要被呵護 他在外絕對是大男人 但他在家 就是一個小貓咪 兩個人滿天生一對的 不過一點就很奇怪 所以他在外面 妳不可以付錢 妳是大男人嗎 現在可以了 因為現在 現在舉片 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是老夫老妻的 所以無所謂 但我第一次 應該說結婚後 第一次跟他吃飯 然後以前 因為他都會搶著付錢 我也覺得 好 男生要付錢 無所謂 像他們 我們之前會 三對情侶一起出去 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三對情侶一起出去 他們會有彼此的默契 就是把男生抓到一邊去 然後回來已經處理好 男生會去處理好 帳單的事情 絕對不會要女生去費心 那在這樣謀示久了之後 我就覺得 以前他也夠辛苦的 都是他在付錢 那現階段 結了婚了 我就去刷卡 然後他從廁所走回來 然後一看帳單不見 他就坐在位置上面 就臭臉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他怎麼了 上廁所 廁所有人嗎 還廁所很臭 怎麼了 然後就不想問他 直到上車之後 他就默默講句話 就說 以後付錢這件事情讓我做 然後我就說什麼關係 因為錢是我在管 付錢也沒有關係 我說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我刷卡 我沒有拿現金出來 他說一樣 一樣都讓我做 就即便我回去 我刷了我的卡 你給我錢 都讓我做 我覺得付錢的這個動作 必須由他來做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面子 女生父他沒有面子 OK 對 男生有這麼堅持 我不知道 有些人吧 有些人 我想他的原生家庭 特別是他原生家庭 如果他的原生家庭 非常非常的 以父親為主體的 這樣子的一個家庭的話 很可能他也會建立起 這樣子的價值觀 你哪天如果你拿帳單 你男朋友也生氣 對 就是我前男友 他就是也是那種 就是大人人嘛 所以他我只要是出去 就是都是他出錢 都一定是他出錢 然後他就說 就不要帶你的皮包出來 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次還 想要看帳單多少錢 然後就說 你以後不要這樣子 很沒禮貌 就是我在出錢 你不要去管這個 你不要去擔心這個 對 點菜可以不用看價錢 對 也不禮貌 就像我們去約會 或是請人節出去吃飯 然後他還就是都是上千三萬 都是他出這樣子 對 然後他還就是有offer說 我之前有就學貸款 然後他就問我欠多少錢 然後每個月付多少 然後他就說 我幫你付就好了 你不用擔心這個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從小都很獨立 所以我不習慣 就是男人為我出錢 我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就好了 我認證工作我自己用就好了 所以我就拒絕 對 可是他就是 他就覺得沒關係 現在沒差 可是現在就很後悔 沒有讓他 是不是 那一分手我就不可以 早知道 有些事情其實不用那麼堅持的 給對方堅持就好 他這麼堅持就尊重他嘛 他前一天還給我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 我家人有在泰國工作 他還offer說就是買機票 然後直接包紅包給我 讓我可以買機票 好像兩萬多吧 也沒有很大的錢 可是我也不接受 所以現在就是很後悔的 早知道全部都給他付 對啊 你還是一樣獨立 但是一樣可以有紅包 對啊 什麼獨立的人一樣 可以接受紅包 真的 可溫你也是這樣嗎 我嗎 我講我的想法好了 我覺得這個一樣是 我們想要給對方 讓他知道我在照顧你 在照顧 對 我才有這個舉動 沒關係 我來 你不要擔心 一切都是為你好 對 一切都是為你好 這個不用你反省 我來就好了 現在人生會這麼堅持喔 你是連女朋友 點什麼餐你都要管他 這個好 我一樣 就是為了他好嗎 我就不是怕他吃太多 因為 怕他吃 點太多要付太多錢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會跟他說 這個你如果吃太多 可能你要多再跑步 多跑幾分鐘喔 好煩喔 不會覺得他你這樣會太累 你這樣會太累 因為 他沒有想跑啊 像我自己我會喜歡 我喜歡運動 那我在認識新的對象的時候 都會跟他討論 那你喜歡怎麼樣的運動 像我那我喜歡跑步 我喜歡健身 如果對方說我也是 太好了 那我們就是一起健身 一起吃健康的 然後如果我們出去吃東西 比如說他想要點一個炸的 或一個比較重口味的 我就會跟他建議說 你確定嗎 這樣有點 你確定嗎 這樣子 這樣他可能會難過吧 對 真的 他當然會說 你管你屁事啊 我想吃什麼東西 說我自己要點對不對 管你屁事啊 真實 對 真實 會從我的嘴巴裡面進去 又不是從你嘴巴裡面進去 對不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可是你這樣又 這麼累 又要去健身 又要跑這麼久 又要去染這些脂肪 對不對 當然我是會想太多 沒錯 所以你越解釋越糟糕 對 越解釋越糟糕 對 所以這樣是大男人嗎 還是你覺得是男人的 我覺得還是大男人 還是大男人 對啊 像我很愛下廚 我非常愛下廚 我一般都會做 很健康的東西 就沙拉什麼 可以很難收 那不就是拔拔菜 洗洗菜 沒有 我們是有放什麼水果 有自己準備醬 然後各種各樣的蔬菜 我都會放進去 但是我這樣就會 就會想說這個是 因為我希望你吃得比較健康 所以我才會做 那如果他就不是 不太喜歡健康飲食的人呢 那我就會說 好 那我們就是需要 再多去健身房 是不是 好 OK 好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